结束了东京的二日游 我们搭乘飞机 从东京飞到了大阪 像其他城市一样 都要搭乘火车 从机场来到市中心 我们入住的公寓附近 火车站跟地铁站相同 车站附近都是商圈密集的地方 购物和餐饮都非常方便 这就是我们入住的公寓了 在日本非常常见 临街宅宅的一栋楼 众生比较深 一个电梯一城一套公寓 虽然面积比较小 但是空间利用合理 设施完备 离地铁站近 楼下就有便利店小餐馆 应阿姐的要求 我们入住后 三座休息 就搭乘地铁 来到市中心的一家 网红烤牛肉店 一般热门的店铺门口 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今天我们的运气还不错 排队的人不多 很快就轮到了我们 这是一家装修简单的小餐厅 一人一个古色古香的烧烤炉 牛肉是事先炸过 表面已经酥脆 金黄 但是里面还是生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决定烤到几成熟 我烤得比较熟 但是里面的肉质 还是比较嫩 晚餐后 步行来到大阪的中心区 道顿窟和新栽桥 道顿窟旁有一座 已经有四百年历史的运河 运河上方的荣桥 正对着格力高 跑步先生的广告牌 这是大阪的著名地标 我们到访的时候 正值日本的渝兰盆节 日本人对渝兰盆节很重视 一般会放假一周左右 称为盆修 人们利用这个假期 返乡团聚技术 各地方都会举行渝兰盆会 会上众人聚集 跳一种名曰盆勇的舞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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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charge刀 冬冬ona 安居 印尾 徳四百年长 阪ryn 下一站是大阪的著名名勝景點 大阪城 大阪城迄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 是封城秀吉 在完成了統一日本的大業之後 開始修建的 大阪城經過兩度毀壞 現在我們看到的天守閣 是1931年大阪市民 集資籌款 復刻封城秀吉時代的天守閣 重新建成的 天守閣內的歷史博物館 展出了封城秀吉的生平 還有夏之鎮迷你模型 生動的再現了 大阪夏之鎮平芬畫中 所描繪的戰爭場面 封城秀吉出生於 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 最終逆襲成日本的最高統治者 他的成長故事非常勵志 但是他的統治 卻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 在基本統一日本之後 又意圖統一整個亞洲 所以除非朝鮮 但遭到明朝援軍的頑強抵抗 在戰爭還沒有結束之前 封城秀吉就病逝於京都 享年61歲 他的繼承人封城秀賴還不到20歲 對朝鮮的戰爭失敗後 日本人氣大傷 封田秀吉集團的勢力被削弱 而間接導致德川幕府的崛起 最終在大阪夏茲鎮之後 德川幕府全面消滅了封城集團 天守閣博物館內有非常受歡迎的 變裝體驗區 在這裡可以試穿 戰國武將的頭盔 和鎮宇之的複製品 天守閣的最上層是可江大阪市 競修眼底的觀景台 一樓有博物館商店 能買到武將主題的各種原創周邊商品 人間會拍攝 一個人被騙中, 而且是可江大陸 而是可江大陸 在海外, 在海外 海外,海外,海外 在海外,海外 海外,海外 海外 海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阪站是关西地区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几乎是来来回回在围着大阪站行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阪站周边的地区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开发 高楼大厦林立还聚集了大量大型企业 这里还拥有一系列最纯粹的全新高端百货商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游览大阪的日子正好遇到台风预警 天也已经开始下雨 摩天轮 观光船和乐高原都已经关闭 只有水族馆还开放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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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家二姐发掘的网红餐厅 在这里你可以自己钓鱼或者捞鱼 选择你想要的种类 让餐厅加工成你想要的菜式 我们选择我们选择屏幕鱼 我们选择屏幕鱼 屏幕鱼都贴在鱼缸底部不动 让孩子们觉得这是画在鱼缸上的假鱼 我们选择他自己钓鱼 钓鱼 宝宝 这样子的好处 好处 如果捷復 同学 我保证 让你看 它 我们把我们打捞起来的笔木鱼 做成笔木鱼寿司和笔木鱼Tampora 生笔木鱼肉质比较坚韧 不太容易咬 所以不太适合做成寿司 音 temps开 corn 炫起来 炫起来 天使09 obliger 日本人真的很喜欢抹茶 他们可以把各种食品 都做成有抹茶口味 例如抹茶口味的汤 抹茶口味的咖啡 抹茶口味的奶茶 还有抹茶口味的冰激凌 抹茶口味的啤酒等等 孩子们终于在这家动物咖啡 看到了欣欣欣欣的水豚 英文叫Capybara 水豚是一种半水溪的食草动物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 捏齿类动物 所以可以叫它大水老鼠 孩子们喜爱它 大概是因为它心情温和 可以让人很清静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 各种动物咖啡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 这家也是二姐在网络上发现的网红店 一本的公园 哀啡 鸡蛋 一本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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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好涼快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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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